从卫生纸到卫生巾 该卫生的东西都不卫生了 在利益面前健康变得一文不值了 特别是卫生巾对于女性来说 是在她们身体不适的时候的好伙伴 如果这个好伙伴出现了问题 您知道会对您的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危害吗 2009年8月14日 在猫铺大杂烩的盾坛里 有网友发布了一条帖子 称卫生巾里发现了虫子 图片中卫生巾的下半部分 有一个黑色的小条 拆开之后天雷滚滚的 居然有一条虫横在卫生巾里面 而且看起来还很鲜活 其实在卫生巾里遇到虫子已经不是头一次发生了 早到2007年1月份 济南的张女士就曾在超市内买到过有虫子的卫生巾 除了张女士有这样的尴尬遭遇之外 2008年3月份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小周也向媒体投诉 他买了一包卫生巾居然是别人用过的 小周说他买了一包安乐卫生巾 当他用到第三片的时候 发现卫生巾右侧出现红色棉絮状的物质 看起来跟已经用过的差不多 可能更多会去想他的原料是怎么来的 我第一个反应就是他可能是作品回收利用 一想到自己用的卫生巾可能是被别人用过的二手货 小周是越想越害怕 然后我也特别的不安 因为之前都是用一直用这个产品 然后我同学看到了 这里也跟我一样的反应 就对他们的产品的质量特别的担心 对此生产方在当地的教授部经理 也表示很无奈 因为市面上假冒产品太多 他也无法判定这包卫生巾是否是他们生产 我心里对他的这个产品是不是我 我们呢 还是是不是就有可能二次污染呢 我这个都无法判定 所幸的是 无论是张女士还是小周 都在使用前发现了问题 而江苏的刘女士 则是在身体出现不适后 才想到是自己使用的卫生巾存在问题 病人的反应就是说 哎呀医生啊 我使用了这个 这两天正好我的这个 预精来潮 然后呢 我用了卫生巾 然后下面都磨破了 磨破了 或者是疼痛 或者是烧痒 就下面特别痒 好 就是用了这次的卫生巾 医生说 女性月经期间 抵抗力下降 如果使用了不合格的卫生巾 很容易发生感染 甚至导致不孕 那么如何辨别卫生巾的真假呢 请继续关注大参考的报道